大家好,我是菲小瑜 我们刚刚在上一段的时候 那个志勇讲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他把他所有的 包括他他参赛的号码簿啦 然后你的成绩证明对不对 然后还有他的奖金 他全部都放在一个 一个就是一个file 一个file里面,然后 最有趣的是他刚在那个休息的时候 告诉我们说他他已经跟他太太讲过 说他这些东西呢 全部都是为了要拿来做什么 就哪一天,他居然 这么年轻就已经在想到那种 我们都现在有时候有在流行一种 叫生前告别式啊,或者是说 怎么样,就像村上春树 也写了,他希望他的墓 墓碑上面写着说他是个作家也是个 跑者,那志勇说他希望 这些东西都拿来在他的告别式 上面全部拿来布置 而且还要挑一张怎么样很漂亮的 冲线照片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代表说 你已经这个跑步啊 还有这个运动员的这个血液 已经完全流到你身体 对啊,因为真的跑步 他真的改变我的生活 改变我的人生观念 对,我觉得在这里面有获得很多 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改变我的一生啊 应该可以这么讲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而且真的哪一天走掉的时候 不用这么严肃嘛 然后这个东西布置起来 让大家看到 哇,这个 原来陈志勇以前是这样的一个人 很不错啊 可能有一些跑步圈的人知道啊 那有一些亲戚朋友 即便是亲朋好友 有一些人也不全然了解 我有在跑步 但是不晓得我的生活是这么的精彩 他知道你在跑 可是我相信如果不是这个圈子的人 他不晓得说他不知道 这么的风光这样子 对,那我知道 我觉得其实志勇最让我感动的地方 不是说他冠军这个 我觉得你最让我感动的是 你有很多的那个心路历程 就是你受伤了 还有你倒下了 因为你有讲说破三 那破三之后 你开始站上这个 你每一次都会站上这个 兔台 就是我们说颁奖台 然后你可能会拿到奖金 然后你好像就是 是不是这样开始 你会陷入一个追逐 不断的这个追逐 被这个数字或者是名次捆绑 那是不是在这样过程中 才会让你继续受伤 其实不尽然 因为我就讲说我真的 就觉得我可能是 以业余的马拉松跑者来讲 算是跑不错的啦 跑蛮快的 但是我真的 我从来比赛 我不会在心里定目标 所以我也不会说 给自己的压力说 我一定要第几名 第几名 从来真的是从来不会 那可能就是觉得说 就 会受伤就可能 应该是说我太珍惜了吧 太珍惜跑步的那种感觉 所以就有时候已经有伤 我就还不愿意停下来 所以应该是这样子 会造成可能这个伤势会 比较恶化这样 倒也不是因为说我一昧的想要去 追求成绩的那种感觉 或者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讲 因为志勇从一开始就说过 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非常顾家的男人 你是什么星座啊 摩羯座 奇怪我以为是巨蟹座 你其实是一个非常顾家的男人 然后你都希望 你有多一点时间可以陪你的家人 没错 然后你的小孩出生之后 你其实还是常常觉得说 你必须要去带他们啊 然后我记得你 你有说你刚开始跑步的时候 你先 你常常那种凌晨 什么几点 那就是我 我老二出生的时候嘛 他那时候很难睡啊 晚上很难睡 然后我们一个晚上要醒来好几次 就是轮流要哄他 未完奶奶都不会睡 然后就是有时候三四点醒来了以后 可能比如说我负责下半夜 我老婆负责上半夜 我们是区分 凌晨三点以后 之前是谁 之后是谁 那我都说我要三点以后 我要下半夜 下半夜可能醒来 我三点或四点醒过来 以后那我就 我接着我可以去跑步 然后有时候三四点醒来 我可能就不睡了 然后我会去做一下我自己的工作 就开电脑就上班一下 然后等到五点 然后我再去跑步 所以你根本就是在 基本上 我觉得你会造成你最后 那个 那个 那一次的大生病 应该 应该是你 休息不够 或许吧 对 因为你看 你是一个很顾家的人 你不会说你因为跑步 你家里头都不管 然后你在睡眠不足的情况之下 可是你又会 你又是一个滤脊肾炎的人 你还是会出去跑 又要顾家又要跑步 然后又想说成绩要好 然后所以就 对 所以我刚刚讲讲 我们并不是 你并不是因为只是 只想追求成绩 你才会造成这一连串 所以你真正正正 爆发一个最大的事件 因为刚刚有讲嘛 你虽然在前面一开始跑的时候 那个髋关节受伤 可是那个都没有让你改变你的观念 都还没有 那你真正正正是不是发生的那一次 你在跑步的比赛的过程当中 你有一次就这样子 毫无预警的倒下 好像那一次才是改变了你 你对跑步的很多的一些观念 我记得上次我们 在石门水果团练的时候 你有跟我讲说 你是到最后才慢慢的开始改变 然后你才调整你的赛事 那一场赛事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实 就你跑来跑到这 那还是在前一次 还在前一次 还在前一次 哦不是 因为你是东京才是 那那一次是发生什么事 那一次就是 后来我破山是97年嘛 然后接下来98年 98年那一次最后一场跑 是国道那一场 那一场也跑很好 跑251 那一场成绩不错 然后后来跑完以后 结果在要准备下一场的马拉松的时候 觉得脚很像又痛了 嗯 那又痛了呢 就也就不得 我就觉得说啊 这次真的是不行了啦 那我就觉得说应该 就不要再 就不要再这么坚持下去 后来我就弃赛了 嗯 那一次是三重马跟八卦山马拉松 你两场都弃赛 对 后来我也就没有再参加过这两场 很可惜 然后后来 就那一年受伤以后呢 那就 可是我还是没有真正是很认真的去治疗我的脚 嗯 那我就觉得说 欸 休个几天 不痛了再跑 跑了就痛 因为那痛起来 感觉整个右小腿都是脏起来的 嗯 那种感觉就是 所以就是一直这样恶性循环恶性循环 结果呢 那在 我三月比完国道马嘛 然后在五月初 其实这中间我就已经决定 我要放弃后面的马拉松 嗯 可是在后来 五月有一场 就是在那个 桃园机场有办一场 10k的路跑赛 嗯 那时候是因为 所以你其实 短的你也会去跑 然后长的也会去跑 这样子 也没有 对对对 那时候就是因为想说啊 在桃园嘛 就静静的就来去 然后那时候是因为 那个李隆文局长 他自己也是一个 爱跑步的人啊 他那时候是 在那个当民航局长 对 所以他才有办法在办 在这边办一个这样的比赛 嗯 然后而且那一场 李隆文李局长也是 就跑马戒里面很多人都蛮尊敬的 对对对 嗯 然后那时候想说 就静静的就很想参加 而且他这一场只限大元湘民 你不是吗 我不是 跟那个机场的 那个 在机场上班的人员 工作人员才能参加 我是自己打电话去 主办单位说我想要参加这场比赛 嗯嗯嗯 然后他就他们就说 他们要请示一下 主办单位 那时候承办人还说要请示一下 后来回我电话说OK啊 那同意我报名 叫我把就资料报名就传过去 后来到比赛那一天 九点比赛 五月份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点热了 对很热 然后再加上这几场 哎 这一段时间就也练的比较少 嗯 就是一个礼拜可能修修个一两天 其他时间就是痛嘛 嗯 跑嘛 痛嘛跑嘛 就这样就轮回着 结果到要比赛 五月份要比赛的前一个礼拜 想说啊这个 这个礼拜就多跑个多跑一点啊 可能就是有多练一点多练个几天 啊但是其实之前的跑量 可是你也蛮有趣的 因为十公里对你来讲应该是这个 那个叫做一块小蛋糕 十公里 那你还是有练啊 是跑的完啊 啊可是就是说 其实我们要比十公里的话 其实也蛮累的 因为从头到尾要冲到底 嗯 结果那一场九 呃九点起跑 那天我记得 蛮热的 九点哇 天气蛮热的 然后我们在热身在慢跑 等开跑的时候就觉得 哎 蛮热的 然后后来 到了比赛的时候呢 嗯 就 一鸣枪出去 然后就 我大概是 第三名吧 我印象中是 可能是第三名 你就是属于那种比赛型的 一听到那个 然后你就所有痛都不见了 然后就啪 火力全开冲出去 这样子 那时候第三名 那时候 那场比赛他只有分两组 就是 就四十岁前跟后 对对对对对 然后各取两名 嗯嗯 各取三名吧 然后那一场像有 不知道奖金还是什么的 然后后来 结果我就 一直维持在第三名 中间后来有一个跑者跟我距离很近 你说的第三名是总三嘛 总三 总三那我应该是分组第二名 哦分组第二 然后 有一个年纪跟我相当的 我不太确定他是哪一组 因为后来我没有参加到颁奖 结果后来 哇很认真的跑 最后我终于我看到终点拱门 都已经看到了 看到终点拱门 然后就突然眼前一阵黑 我就倒下去了 所以其实你已经看到 就是等于说 这个上名次已经在这边 奖金在跟自己招手 可是突然之间 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 有那种感觉 真的已经 可以又可以 又可以搬台 又可以上台了 有那种感觉 然后突然就眼前一阵黑 我就倒下去了 你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 后来醒来 一醒来我就记得 我一醒来 我就吐 就 一直 在会场那个地方 没有没有 我那时候已经被送到医务室了 在机场的医务室 一醒来就一直吐 吐吐吐吐 然后后来 结果 我就还问护士说 怎么会这样子 那时候我已经知道 发生事情了 我已经 因为是在医务室 我躺在那个病床上 然后后来 那个护士就跟我说 我刚才已经晕倒了 我说蛤 是喔 可是那时候 还蛮 蛮不舒服 那时候感觉 就头很晕啊 就是你虽然醒过来 但是那种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也是很不舒服 然后他们就 简单的处置以后呢 然后就 坐上救护车 坐上救护车 你大概从来没有想过说 自己有一天也会变成这样的人 因为我们比赛的时候 也会听到救护车声音 然后我们就觉得 真的也是要小心 但是我没有想到 有一天也会轮到 我竟然会坐在这里面 被人家载着送去救护车 就那天到底发生什么事 后来在医院检查的时候 医生说是热衰竭啊 那 其实说就 我不晓得中暑跟热衰竭有什么差别 但是医生说 后来我有上网看一些资料啦 这严重的话 其实也是有时候也会休克 也是会挂掉的 对好像也有人因为热衰竭 没有处理得当的话 对对对对 那还好那次我有活过啦 然后你倒下去你都没有伤到什么头部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样子 医生也会怀疑啊 因为那时候我说我头很 会晕沉嘛 然后后来他也有安排 就是电脑断层啊 做很多检查 然后后来到那个 到那个医院急诊室的时候 然后我才 他们已经通知我家人 说我会送到那个 我们桃源的一个医院 立行医院急诊 后来我太太来 然后我妈也来 然后就觉得 对他们很不好意思 他们有没有因为这样子 就是跟你说禁止你以后再参加彼此 我妈是一直都有在讲说 不要跑那么远啊 跑10公里21公里就好了 我太太是还好啦 因为可能就觉得说 因为我在跑步的时候 我也会跟他讲 就说这个跑步带给我的改变 嗯嗯 他让我不会说只是工作 一直陷在那个压力 对 那种沉重的压力里头 所以我太太她 她不会去阻止我 她很支持你 但是也不至于支持 就是她 无感 我都说她是无感 那她也没有说什么啦 就是啊 怎么会这样子呢 然后后来 后来 因为那一次被送到急诊室 后来我才下定决心 你要好好休息 因为我的脚伤了问题 对 我要好好休息 然后我才有真正去找医生做治疗 所以你是那一次整个人 就明明就是终点就在前面 奖金就在跟自己招手 然后你倒下去之后 你才意识到说 你真的要好好地去把你这个 困扰你这么久的 这个脚伤好好的治疗 对 因为之前我都没有去看医生 我右小腿那个部分 因为我觉得说这个 以前当病就会痛了嘛 就是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也就很不在意他啦 没有像之前髋关节那个部位 但是痛到让你没办法 走路都一搏一搏的 所以 我右小腿这个伤是 跑会痛 走路都不会痛 它不影响我的日常生活 所以我就不会想去看 那一次这样子 我想说都已经 被送来急诊了 你不可能休息个两三天 又继续跑吧 然后我就想说 我就休息个六周吧 全休六周 然后我就去看医生 然后就治疗 那后来 就在那个时候 你才开始新奇的 要玩铁人的念头 对对对对 那是98年嘛 那是后来就是说 98年的时候 我想说全休六周 我要去看医生 然后那时候 也是会一直看 跑者广场啊 跑步的一些讯息啊什么 后来才想到 那要不然来比铁人好了 铁人就觉得说 不用跑那么久嘛 而且他才十公里嘛 我们平常说练十二的 我就觉得十公里应该没什么问题 嗯嗯 那游泳我也会嘛 那之前就已经去游过日约谈嘛 很多个常游我都参加过 想说这应该 这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嗯嗯 所以说 虽然我有去治疗脚 嗯 但是他也不是全好 嗯 应该是这么讲 嗯 那 后来 98年的9月 我就参加 火水壶的那个 那是你的初铁 对第一场铁人三香 那个感觉怎么样 好像还蛮妙的 对不对 感觉很不错啊 因为就觉得说 嗯 所有的第一次都令我 就觉得说 这个感觉非常好 那 那那一次出铁就觉得说 啊这个铁人很像也蛮好玩的 嗯 那后来我就想说 诶 其实可以 以后就可以交替着 交替着 交替着参加嘛 嗯 那 而且那一次的成绩也还算不错 我就是分组第12名 嗯 第一次参加铁人 就有这样的感觉还不错 嗯 然后就是因为那次我还比完以后 觉得诶 成绩不错 我就跟我太太讲说 诶 人家说问题是出在车子 我的成绩是出在车子 所以你又再次 我要换车 哈哈 结果我太太说 那不用你跑步就好了 不要以后就不要玩铁人 我记得 你看那个勤俭的客家人 然后玩铁人 可是玩铁人喔 他好像是 他真的就是 要投 投资非常大 对 因为他有一些器材的因素 对 那我觉得铁人他就是说 他的这个 痛苦指数 然后痛苦指数 没有马拉松那么高 嗯 因为马拉松的那一种 你跑完的以后的那种 成就感是更高的 嗯 我觉得 可是爽度是差不多的 哈哈 对对对 哎呀 因为也是就 蛮 蛮 蛮有刺激性的 蛮有挑战性的啦 嗯 所以我们志勇并没有因为说 呃 这样 从此就变成说 欸 因为有一些人啊 后来他们可能会觉得说 铁人可能比马拉松来的更刺激 然后就会 转战铁人 可是志勇并没有 因为我记得我在西门水库团联 跟他聊的时候 他说 哦不是喔 我还是跑步为主喔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 听听志勇 最后 我知道你最后还有一个 更大的一个伤害 嗯 然后但是整个那次才让你整个人彻彻底底的改变 改变了 跑步的心态 对好先休息一下 OK OK